失控的货车撞向沈幼楚时 我下意识将她推开了 弥留之际 我拉着她的手 满事不舍 嫁给我三十六年 你有片刻 为我心动过吗 她情不自禁皱眉的高冷模样 让我瞬间想到 保险柜里那些 被她视作珍宝的情书 我明白自己不该有奢望 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贴在沈幼楚耳边轻轻道 来生 我不会再爱你 再睁眼 我既然重生了 人生苦短 这辈子我只会爱自己 绝不会再逼迫沈幼楚 我没想到 即将在全球奥数比赛中 大放一彩的天才少女 竟要同我一起考大学 我抓起书包 撒腿远离她时 她眼急手快地勾住我脖子 天天笑道 陈汉生 没经过我的同意你就赶死 居然还有胆子 说不爱我 正文开始 再争年 正是百日逝世大会 我望着身边乌样样的同学 在看讲台上激情发言的校长 我意识到 自己竟然重生了 看来上辈子的爱而不得 让老天都可怜我了 能开局重来 我自不会再把心思放在求爱上 可是一旁的同学都在激动地起哄 汉生 你发什么怠 去表白啊 快点啊 校长看不见的 我这才看到自己手心里 捏着一封情书 正是我写给沈幽楚的 我绝对不可能再把这封情书给她了 前世 为了让沈幽楚知道 我是真的爱她 特意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 同她表白 可她当着众人的面 拿着情书走向了校长 检举我不好好学习 还骚扰她 为此 我被当众批评 成了全校的笑话 我想也没想 就把情书撕了 我的举动 让人群出现了不小的骚动 而沈幽楚你没静止走向我 并朝我伸出手心 拿来 我怎么可能给她 我伸直了脖子 继续聆听校长的教诲 可是 沈幽楚却把手伸进我裤兜里 掏走了情书 在我错愕的目光中 她将撕碎的情书拿走了 这还是我印象里 高冷又生人无尽的学生吗 就在我以为她 又要同前世一样检举我时 她却回到自己的位置 还回头冲我一笑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只是这笑 有些僵硬不自然 一直到世事大会结束 我都因为这个笑神情恍惚 沈幽楚是公认的学生级别笑话 因为自小同我有婚约 经常被我以未婚夫的名义骚扰 在荣获全球奥数冠军后 她第一次主动同我说话 是近乎带着绝望的哀求我 陈汉生 只要你说不愿意娶我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男生 我突然一切都明白了 沈幽楚昂着头看我 目光灼灼满是阴切 可这婚约也不是我说 取消就能取消啊 沈幽楚被迫嫁给我36年 不肯为我生儿育女就算了 不论我如何努力 都五不热她的心 哪怕给我一个笑脸 36年的婚姻证明 被逼着嫁给我 我们的余生都很可怜 而她 哪怕到我死 都不曾为我心动片刻 即使我是为了护她而被撞死 她却连一丝慌张都没有 我狠狠掐了一把自己大腿 勒令自己不许再犯见 肖想一个根本不爱我的女人 汉生走慢点 她来了 现在实行Plan B 铁根本张明一边回头看沈幽楚 一边对我挤眉弄眼 以往 我有时没事 都会制造机会 同沈幽楚同框 哪怕一秒都在所不惜 可是听了张明的话 我拉着她加速往教室走 汉生 你今天怎么了 不是说好为爱冲锋吗 谁要为爱冲锋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余光撇到沈幽楚离我越来越近时 我莫名心慌 在张明把我早准备好的玫瑰花 地怪让我充实 我把腿朝教室跑去 我都放弃沈幽楚了 谁还为她冲锋 她如今在我眼里 就是洪水猛兽 是影响我重启人生的妖精 我刚跑到教室门口 张明拽着我不许进 她看了眼手里的玫瑰花 又看了眼我 如同见鬼了 计划里没这个环节啊 你没病吧 说吧 她还用手摸了摸我额头 没发烧啊 那这花 陈汉生 你们又在干嘛 刚校长的话 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看了眼不知何时出现在面前的班主任 我灵机一动 把玫瑰花送到了她面前 刘老师 这是送您的 感谢您的不放弃 我如今觉悟了 从今天起 我要好好学习 刘老师尴尬地接过玫瑰花 你不给我惹事就不错了 下次别整这么娘们唧唧的东西 丢人 刘老师捧着花 唧唧扭捏地走了 大概 她也没想到 我这个不学无数的公子哥 会这么好心 只是 她的眼神 最后落在了围观的沈幽楚身上 我瞬间明白 老刘看破了 一切只是未说破 送出去烫手山芋 我无视众人吃屎的表情 转身准备进教室 可是张明拉住我 老刘走了 可以实行PlanC了 我看了一眼目光灼灼的沈幽楚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赶紧滚去学习 我学着老刘的气势吼了一嗓子 结果围观的众人哗然 你们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陈汉生这是在玩狱情故纵 还别说 好像挺奏效 你们看沈幽楚 看汉生的眼神都变了 看来汉生距离抱得美人归不远了 我走进教室的脚步 不由一个猎前 都很闲吗 不用学习吗 校长的训话都忘干了吗 我和他就是普通校友关系 你们瞎咧咧什么 大庭广众之下宣布 我和他没关系 总该和他心意了吧 可是沈幽楚却不可置信地走向我 陈汉生 你什么意思 我不禁皱眉 他居然主动和我说话 这女人才是吃错药了吧 字面意思听不懂吗 这女人怎么这么难伺候 对他表白是好也不对 如今撇清关系还是不对 真烦 算上他 从我肚里掏情书 他接二连三的异常举动 再次让我明白 女人真是最麻烦的生物 饶恕我琢磨了一辈子 也没琢磨透她 如今我是真没兴趣了 见我回到座位 沈幽楚才离开我教室 而我在同学们目瞪口袋的注视下 拿出了课本开始学习 张明一屁股坐我旁边 哥俩好地搂着我 我靠 汉生你换招数了 也不告诉兄弟一声 说说吧 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白了他眼 我需要你立刻滚去学习 别回头考不上大学 被你爹打了找我哭 张明家事好 即使考不上大学 也没所谓 不过就是喜提几顿毒打 张明这下是真的震惊了 汉生 你不会真放弃了吧 你真舍得 我可是 听说他有个心上人 这不正好 我也不想娶他了 啊 我不想和一个不爱我的人 赤缠一声 这一事 我只想竭尽所能地 和我八搞誓言 如果有幸能遇上一个满眼是我的女孩 那我必不会辜负他 届时 生个一儿半女 我也能像我爸妈那样 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张明愣了一会儿 对我崇拜的五体头地 汉生 虽然我不懂你经历了什么才想通 但是兄弟我支持你 当晚放学回家 我主动跟爸妈商议 同沈幼楚解除婚约的事宜 爸妈手里的西瓜 当即趴搭掉在地上 退婚 儿子你不是爱沈幼楚 爱到死去活来 你 前世 正是我爱沈幼楚到人尽皆知 所以 他爷爷到死 都不肯松口退婚 以至于沈幼楚一直以为 是我用手段逼他嫁给我 就在我准备解释时 门铃响了 万万没想到 逼我如蛇蝎的沈幼楚 竟然主动上门了 在我不解的目光下 沈幼楚缓缓道 叔叔 阿姨 高考 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汉生说要好好学习 我想给他补课 谁要你给我补课 我不会自己请家教吗 我急得跳脚 他不安心准备他的全球傲术比赛 跟我补什么课 不怕他的心上人吃醋吗 我自信自己 只要下苦功夫 随便考个一本 还是不在话下 浪费那个钱做什么 就这么说定了 以后放学我给你补课 沈幼楚没有给我拒绝的机会 就转身离开了 我和爸妈面面相去 儿子 你这是 手的云开见月明 面对我爸的打趣 我是一点 也笑不起来 这么个五不热的兵哥的 我是傻了 才会继续守护 你们别当真 我估摸他 就是开个玩笑 肯定是我白天 没按计划表白 又当众宣布 和他没关联 让他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 要不然就是想借给我补课 劝我退婚 只有这么解释才合理 次日 我揉着心松的睡眼 踏入教室时 却碰到了沈幼楚 瞥了他一眼 我连招呼都没打 就往教室走 他一把将我扯住 陈汉生 你瞎了吗 这语气 让我浑身一抖 瞌睡立马没了 前世的沈幼楚 就是这么对我说话的 我一度怀疑 他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所以 三十七度的嘴说出来的话 总那么冰凉 只是 刚刚他的语气里 有一丝委屈 我立马甩头 肯定是听错了 有事 沈幼楚意味不明地 看了我几秒 递给我一份热乎的早饭 还有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诺 给你的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 历来只有我眼巴巴 守在他教室门口 给他送东西 他到底想做什么 在我错愕的目光下 沈幼楚强行把东西塞我手里 小跑着离开了 我如同做梦一样回到座位 早餐是我最爱的灌汤包 笔记最后一页 似乎笔记还未干透 想到他眼底的乌青 我不禁想 这笔记该不是他连夜写的吧 念头刚起 我就用力拍了几下脑袋 瞎意赢什么呢 张明从震惊中回过神 一脸猥琐地问我 你小子行啊 这么大的喜事都瞒着我 他一把夺过笔记 连声嘖嘖撑起 哎呀喂 亏我昨天担心你失恋 差点失眠 你小子竟然已经拿下女神 真不够义气 在张明的翻阅下 两张纸掉了出来 一张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纸 沈幼楚曾宝贝到放在保险柜 而我送他价值百万的首饰 都只配随意安放 他说 这是他未曾送出去的情书 想到此 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抽签 另一张纸落在张明手里 我去 汉生 这是沈幼楚给你制定的补课计划 难怪你说 要好好学习 感情是另辟蹊径追老婆 我黑着脸看了一眼 沈幼楚的学习计划表 随手丢进垃圾桶 放屁 他算我哪门子老婆 把未送出去的情书 混在笔记里给我 果然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尤其是 情书上 文字寥寥 其余都是危机方程 我知道 这是沈幼楚和他那个心上人的情趣 这是只有他们才看得懂的数学密码 我气得激进心梗 沈幼楚送给我的早餐 也被我丢进了垃圾桶 至于笔记 不得不说 确实足够详细 非常适合我这种半路开始学习的人 晚上放学 我脑子里都还在想着那些知识点 到家后 我妈神秘地冲我笑 儿子 快去书房 有惊喜 想到我妈总爱给我爸搞突然的惊喜 我不由满怀期待地打开了书房 结果却和一个人撞了满怀 沈幼楚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看了看我妈 瞬间明白 这就是她说的惊喜 这怕是惊吓还差不多 而沈幼楚责怪的语气 像急了前世 我应酬后晚回家时 不嫌不淡的话 只是今天的语气 多了些称怪 称怪 我不禁全身恶寒 果然是舔了一辈子爱而不得 所以 意想症比较严重 你来我家干嘛 大晚上的让人看见 误会了多不好 沈幼楚却轻轻勾唇 误会什么 我跟你补课 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我说了 不用你给我补课 我学习了一天 已经很累了 果然 逐客令一下 沈幼楚那微微勾起的嘴角塌了下来 整张脸又恢复成高老模样 好 那我明天再来 还来 不待我说更多 她已经小跑着离开 我不禁反思 我没说错什么话 怎么看起来 她好像哭了 我立马否定了自己 沈幼楚可从未因为 我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更别说哭了 想到我致死 她都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我愈发坚定 必须尽快退婚 接下来一周 沈幼楚忙着参加全球奥数比赛 再没出现在我视线里 我有些失落 但是也明白 阶段和脱明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只要我不去缠着她 她必然会躲我远远的 更何况 过不了多久就会出事 我会被她的追求者 堵在巷子里围殴 想到前世被打进医院 我小夫就隐隐作痛 这一事 我没招惹沈幼楚 应该不会惹到那些疯子吧 可惜 刚出校门不久 我就被一群 拿着棍子的人团团围住 陈汉生 你胆子不小啊 时间点竟然提前了 难道是因为我不按前世行事 导致被打也提前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一秒认怂 哥们 有话好好说 可千万别动手 可是那些人对视一笑 手上的棍子 便朝我身上招呼而来 我苦笑着抱住了头 听天由命 可是 等了一瞬 棒子没有落我身上 反倒是一阵熟悉的香味飘来 随即我被一个温软的怀抱抱住 闷哼声传来时 我回头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 那个如同母鸡护仔一样 将我护在身下的人 竟然是沈幼楚 而她白皙的脸 因为那一闷棍落在背上 立马痛到愈发苍白 我立马起身 拉着她检查 沈幼楚 你来做什么 我的嗓音里 满是后怕 被打的记忆朝我涌来 我可以想象 此刻的她有多疼 楚楚 对不起 我看到是你是已经收不住手 我不是要打你的 你痛不痛 我错了 疯狂追求者王伟 早已经丢了棍子 满脸都是焦急的 朝沈幼楚认错 沈幼楚扶开我的手 在王伟惊喜的目光下 捡起地上的棍子 狠狠捶了王伟一棍又一棍 只听她一边打 一边冷冰冰的道 是不是我不来 你就要 带人对她下死手 王伟被打得措手不及 手下的兄弟见她被打 纷纷举棍子 想对沈幼楚下手 却被王伟制止了 楚楚 怎么可能 我就是给她点教训 不想让她再烦你 我可是手法的好公民 我配 我心里的女神跌下了神坛 怪接地气的 继打人后 沈幼楚竟然做出了 如此粗鄙的动作 她竟然推了王伟 王伟和我气气愣住 在我还没回神时 王伟咬着牙帮子 满脸受伤地问沈幼楚 楚楚 你竟然护着这臭小子 你不是最讨厌她了吗 她红着眼眶 好像沈幼楚背叛了她似的 而沈幼楚抬着下巴不示弱 我不护着她 难道纵容你对她行凶 我何时说我讨厌她了 再让我发现你动汉声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我揉了揉眼睛 又掏了掏耳朵 实在是眼前的一幕 让我匪夷所思 如梦似幻 这可是我做梦 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前世 我愣是被拖进巷子里 被打倒住了半个月院 沈幼楚也没去看我一眼 后来 她那个心上人去医院 替她给我传话 不想死 就离沈幼楚远点 不然下次就不是住院这么简单 我陈汉声何曾受过此等屈辱 自是要跟她掰头 可那个耸祸撒腿跑了 害得我满腔怒火无处发现 再后来 沈家遭遇危机 沈幼楚爷爷从国外把她绑回来 同我完婚 我知道强扭得刮不甜啊 可是我就想试试自己的真心 能不能感化沈幼楚 结果 白白搭进去一辈子 想到此 刚刚被沈幼楚护着的那丝感动 荡然无存 谢谢你 需要我送你去医院吗 看她刚刚殴打王伟的动作 我约莫看出来她没事 毕竟王伟最后收了力道 可不像前世对我那般狠辣 她当即丢了棍子 明着秀眉 一副弱不惊风的样子同我说 汗声 我好痛 你能送我去医院吗 我平住了呼吸 这时在同我撒娇 我全身如同被定中 只剩眼珠子在打亮眼前的女孩 我只是客套一下 我以为沈幼楚会拒绝 鉴于前世只爱过她 我没有同别的异性有过多接触 我只能凭借从我爸妈那 耳濡目染的为数不多的经验 判断出她在跟我装可怜 这个认知 直接惊掉了我下巴 王伟眼睁睁看着沈幼楚的巨大反差 同我一样 震惊到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最后 我不得不捏着鼻子 带沈幼楚去了医院 果然不出我所料 她只是轻微的肌肉损伤 医生看着穿校服的我俩 由于再三教导起来 该读书的年纪就好好读书 以后 有的是时间谈情说爱 我和沈幼楚 顿时都闹了个大脸红 医生 您误会了 我和她只是同学 沈幼楚立马转头瞪我 眼底都是责怪 不是 她到底怎么回事 变化 怎么如此之大 跟换了个人似的 联想到她最近的异常举动 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了 她该不会也重生了吧 可是我又 立马否定了 她要是重生了 她应该巴不得我远离她 我要是她 肯定会开心到跳三尺高 然后同心上人在一起 弥补前世的遗憾 怎么可能反常地靠近我 到了医院门口 沈幼楚撅着嘴车我一脚 你为什么要否认我们的关系 她那双万年冰封 毫无感情的眼 竟然势碌碌的 如同被我欺负了的小鹿 那天 你明明要同我表白 为何把玫瑰花送给你班主任 她语气里的忧怨 我真是极力想忽略 都没法做到 难道 人就是这么贱 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听说女生都喜欢被人追捧的感觉 莫非沈幼楚也不例外 我使劲摇摇头 她可是沈幼楚啊 是那个道心和内核极度稳定的 数学天才少女啊 她说过 她的世界 只有数学和一个心上人 而那个心上人 很显然不是我 你误会了 你该不会以为我真喜欢你吧 你 她的眼睛愈发湿漉漉了 这到底 是什么鬼魅伎俩 前世 我按照网友帮忙想的各种办法 都没能让沈幼楚的内心 为我起半丝连依 可以说 我对着她那张冰块脸 整整三十六年 都如履薄冰 虚寒问暖也不对 故意惹事 想引起她关注也不对 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 能偶尔得她多看我两眼 我都能多吃几碗饭 前世的我 可谓是见到了没下线 连我爸妈都恨铁不成钢 说我怎么这么没骨气 我知道你早就想退婚了 等下周放假 我会让我爸妈 去同你爷爷商议退婚的事 你不必费尽心机 委居自己 来让我提退婚的事 你要同我退婚 沈幼楚猛然提高的声线 让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她也有 这么鲜活的一面 不不不 对外就声称 是你瞧不上我 同我退婚 我知道女孩子好面子 尤其是沈家早已落败 不如以前风光 若是如日中天的陈家提退婚 沈幼楚 恐怕会成为圈子里的笑话 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 退了婚 往后余生 我们就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她同她的心上人 去国外追求她的数学天地 而我 好好当我的陈家大少爷 争取早日接手陈氏集团 让我爸妈去过 他们梦寐以求的二人世界 我不同意 我的发呆 被沈幼楚的话打断 为什么 你不是早就想退婚吗 这年头也不兴什么娃娃亲了 不过是长辈间的玩笑话 我之前纠缠你是我不对 我同你道歉 以后肯定不会了 我的道歉和解释 可谓是诚意十足 但是沈幼楚不满意 她的脸上 明晃晃地写着 我是渣男 和我妈被我爸惹恼了时的表情 如出一辙 惹不起的我 来了两辆车 一辆送她回家 一辆送我 即使我们住一个小区 可是沈幼楚耍赖似的 蹲地上不肯走 我只好对司机道歉 毕竟大晚上的 我若放她一个人在外面 也不安全 姑奶奶 你到底要怎样 你替我挨闷棍 我赔钱还不行吗 虽然我知道她不缺钱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到底是哪里 让她不满意 以她家目前的经济情况 还轮不到我帮助 可是谁会嫌钱多 这是前世的沈幼楚跟我说的 她说 女人的安全感 来自银行卡的余额 想到她说 我要请家教补课 是浪费钱 我私心里觉得 拿钱总该让她别蹲着耍赖了 可是她猛地站起来 拉着我的手摇晃 你被我回家 我差点以为自己聋了 似曾相识的话 让我不得不证实 已经被我否定的猜想 你说什么 沈幼楚一把拧着我的耳朵 摆着冷冰冰的脸道 陈汉生 你聋了吗 这下 我感觉更熟悉了 我确定她 同我一样重生了 可我想不通 短短半个月 她为何变化这么大 沈幼楚的手力倒不大 见我不吱声 轻轻转动我耳朵 陈汉生 你现在胆子大了 连老婆的话 都不听了吗 你倒 真是个没良心的 你掰着手指头数数 自己吃了多少个雄心豹子胆 才这么无视我 我很想告诉她 我不是无视她 我是避她如蛇线 可能我所 我不敢说出来 到底是爱过一辈子的女人 伤人的我说不出口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俩 是纯粹的笑有关系 要是让校长听到你这话 我又该被罚了 话落 沈幼楚竟然快哭了 随即 她赌气时地跑了 我不放心她安全 立马追上去 却看到她一把 撞进一个男人怀里 而后 便是她止不住的哭声 男人抬头 稚嫩的脸格外眼熟 正是沈幼楚的心上人李聪 她一下一下地安抚着沈幼楚 看我的眼神 却恨不得刀了我 我瞬间了然 沈幼楚这是找到靠山了 所以才放肆地哭起来 不得不说 重活一世 她变化挺大 毕竟 前世的她功成名就 唯一的遗憾 大概就是这个心上人李聪 李聪同沈幼楚一样 是不可多见的数学天才 前世两人的交谈 我是一句都听不懂 但是亲眼见过二人 滔滔不绝的画面 我深知 大概那就是灵魂伴侣 洛飞李聪出身贫寒 帮不了落魄的沈家 他俩的结合 可以堪称绝配 既然李聪来了 也没我啥事了 我叫了辆车静止回家了 奇怪的是 我似乎听到 车后有人在骂我王八蛋 看了眼后视镜 少男少女好像抱在了一起 我又闭目养神去了 只是被指甲掐到出血的掌心 明白地告诉我 我好像还不能做到 云淡风轻地疼过去说再见 说不心痛是假 亲眼看到爱了一辈子的女人 投入别人的怀抱 怎么可能不心痛 当晚回家 我既然发烧了 我妈急得满嘴撩泡 好端端的 怎么发烧了呢 你一个壮得跟牛犊子似的人 怎么会生病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 脑袋里混乱得很 妈 我是不是快死了呀 前世 我死的时候 爸妈已经因意外去世 而沈幼楚对我冷淡 顾忌的我 只觉无限悲凉 现在感受到我妈的温暖 我眼窝一热 泪湿半个枕头 老陈 你儿子绝对失恋了 沈丫头上次说还来补课 到今天都没来过了 肯定是为了这事 昏睡过去的我 不知道 我妈已经脑补了一出大戏 等我病好去学校 竟然发现 同桌变成了沈幼楚 我愣是跑出教室 再三确认 他看着我满是担忧 阿姨说你病了 可好些了 我你没冷淡回他 谢谢关心 说吧 我便开始收拾自己的书桌 拎起书包 把腿朝张鸣旁边的空位走去 万万没想到的是 沈幼楚眼急手快地勾住我脖子 把我拽回到座位 他的胳膊 带我熟悉的芳香 柔软地贴着我脖子 惊得我心跳落了不止半拍 要命的是 他竟然甜甜冲我笑道 陈汉生 没经过我同意 你敢死就算了 你怎么有胆子 信息量太大 全班同学都张大嘴巴看我们 随即一窝蜂跳到一块 把我和沈幼楚当猴看了 我靠 不愧是陈公子啊 居然连殉情都敢 难怪这几天没来学校 原来是为爱献身了 沈幼楚嘴里的死 成了同学嘴里的殉情 大家看我的眼神 都充满了崇敬 因为沈幼楚话里话外的意思和举动 都表明我已经掳获了他的芳心 我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地对他道 既然你也重生了 放过彼此不好吗 开局重来 不是让你重蹈覆辙的 况且 你这样 对你的心上人 也极其不公平 前世咱俩 当了一辈子冤偶 这一世 咱俩各自寻找真爱 互相吗 何必再互相纠缠呢 我话都摊开了 沈幼楚反倒将我搂得更紧 少女的身体紧紧贴着我身上 让我脸红脖子粗 口哨声此起彼伏 亲一个 亲一个 张鸣带头起哄 我气得恨不得飞过去踹他一脚 可是沈幼楚真的巴基 亲在了我侧脸上 我当即站不稳 整个人朝他那边倒去 人就这么 我被压在了椅子上 大写得尴尬 沈幼楚一样 脸色飞红到爆炸 沉汗声 你 起来 我如同触电一样 立马撑着站了起来 可耻的是 我刚刚又心动了 心动到一塌糊涂 我唾弃地捶了自己两拳 立马同他道歉 对不起 你赶紧回你的火箭班去 我找个时间去你家退婚 不合适的人 不该抢求在一起 沈幼楚却撅着嘴 对我渲然欲气 你要是敢退婚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 我几乎是立马捂住了他的嘴 我怎么也想不到 不过是重生了 他怎么像打通了任督二脉 撒娇卖蒙是女人的天性 我姑且理解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耍流氓说婚话 还得了 前世 冰冷无情地像个冰驼子 如今 热情地像谭丝洞的女妖精 古人承不起我 色字头上一把刀 我坚定了远离他的念头 不然 我这辈子 只有被他玩死的份了 这场闹剧 随着老刘来教室结束 陈汉生 沈幼楚如今已被保送清华 他说 要同你一起考大学 为了辅导你 他申请了转班 你可不要让他的精准扶贫计划失败 鉴于我曾经的不学无数 老刘冠会扎我心 我正义凛然地拒绝了 刘老师 大可不必 我自己几经几两还是清楚的 实在不值得沈幼楚 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更何况 我家不用精准扶贫 我只差告诉老刘 沈幼楚他压的 辅导我是别有用心 想到我被王伟打的时间线提前 我合理怀疑 沈家如今恐怕已经陷入困境 而沈幼楚知道 和我家处好关系 才是沈家渡过难关的关键 可我想不通 以他的能力 就算沈家一时败落 以后 也能东山再起啊 何必非得搭着我沈家 确切地说 只要他拿出前世的经验 现在就能让沈家立于不败之地 犯不着还对我色诱 没错 我大胆且合理地怀疑 沈幼楚刚刚对我 我的不实抬举 不仅没让沈幼楚生气 他反倒乐呵呵地瞧着我傻笑 我不信以我的能力 不能把你辅导到上清华 我去 连牛逼都吹上了 我求救地看向老刘 老刘却连个眼神都不给我 行了 你那肚子里藏了些什么心思 人尽皆知 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我警告你 可别让我和沈幼楚失望 不然 不然到最后 老刘也没想出什么有震慑力的危险 我不顾沈幼楚冷到 让我发抖的表情 静止坐在了张明旁边 张明给了我一个大拇指 挖口 兄弟你可太好了 我门头开始学习 心中的苦涩 只有自己清楚 次日 所有媒体 都在报道沈幼楚 这个逆天的天才少女 夺得奥数冠军的是 连她同我有娃娃亲 都被挖了的底朝天 下午 沈幼楚去接受采访 她竟然坦诚 自己就是 我的未婚妻 这下 真是完大发了 我火急火燎地请假回家 爸妈却欢天喜地 说给我举办了生日宴会 我这才想起 今天是我生日 也是沈幼楚的生日 我一个头两个大 我哪有心思过生日啊 沈幼楚在采访时 直接说 等到了法定年龄 就会同我结婚 换做前世 我不得幸福到尖叫 可我知道她不爱我 她这接连的异常表现 让我又急又慌 可是我爸妈却对这个事 不发表任何意见 两人像 中了几彩票似的 乐呵呵的 要给我搞隆重的生日宴 可怕的是 我妈说情帖都下了 也就一百桌宴席 我只好如同木偶一样 任我妈把我装扮得像 只要开屏的孔雀 儿子 一会儿可要好好表现 妈都跟你准备好了 一个成人里生日宴 至于吗 我兴趣缺缺的 随我妈去了酒店 直到一个人 推着蛋糕塔走近我 我才惊觉 这后面慢慢露面的人 竟是沈幼楚 尤其是他一身红色旗袍 这花纹这颜色不是 结婚才会穿的吗 而蛋糕塔上 竟然是两个小人在轻嘴 我立马拉下脸 屏幕上 放着我俩从小到大的合照 若不是此刻沈幼楚脸上带笑 宾客会以为 他被威胁同我订婚了 实在是他所有的照片 不论是个人照 还是同我的合照 都是冷着脸 清冷 高贵 初晨 就是这么个人 在我们的生日宴上说 大家好 我是陈汉胜的未婚妻 坦坦荡荡 落落大方 既有18岁女孩的娇羞 也有前世历经风雨的沉着冷静 而双方家属 已经带头鼓掌 美光灯射在沈幼楚脸上 如同跌入凡尘的仙女 我赶紧吞了口口水 移开了目光 场面搞这么大 我只能尽力配合 一场宴席结束 我已经麻木 爸 妈 你们这到底是弄什么呀 就给你俩半个生日宴啊 儿子 生日快乐 爸妈咧着的嘴角 和沈家的笑脸 真实到我怀疑自己在做梦 这些人 在闹傻啊 沈幼楚走到我身边 狡黠道 怎么样 这个惊喜喜欢吗 这是你整的 你图傻啊 沈幼楚拿出一封信递给我 傻子 过了今天好好学习 不然你会连情书都看不懂的 我浑浑噩噩噩回到家 拆开他递给我的信 这不还是他前世卫送出去的情书 我很贴心地还给他了 他怎么又给我了 给我 我自嘲一笑 洗洗睡了 接下来的日子 沈幼楚每天一大早 拿着早餐在我家门口等我上学 教室里 他恨不得不喝水不吃饭地辅导我 放学了 他也不回家 继续给我高强度辅导 我妈每天负责搞后勤工作 每天乐呵得见牙不见眼 儿子治好了心病 你就不会再生病了 我这时候才明白 我妈以为我还深爱 沈幼楚到要死要活 更离谱的是 我妈心疼沈幼楚 直接在我卧室旁边 给他收了的房间 每期明曰方便我们学习 我所有的抗争 都被沈幼楚无视 他指着我日渐上升的排名 还有陈家日益红火的骨架 笑着问我 陈汉生 你忍心打破你爸妈的美梦吗 是啊 爸妈的美梦 就是望子成龙 公司蒸蒸日上 前世 爸妈出意外死了 压根没有给我机会尽孝心 现在我重活一世 若还任性让他们失望 岂不是白活了 那你心上人那里 跟人好好解释 等我上了大学 我会慢慢接手爸妈公司 等我稳定下来 你俩结婚时 我送一份大礼 这是我对沈幼楚 愿意为我爸妈思虑的感谢 即使做不成夫妻 若是能做朋友 也不错 沈幼楚没有拒绝我的提议 我也松了口气 我们就这么和谐相处到了高考结束 沈幼楚 这段时间谢谢你 我是真的感谢他的督促和辅导 我指了指客房 你总这么住我家也不合适 回头李聪误会了不利于你们感情 你哪天搬走 我帮你 沈幼楚却又拧着我耳朵 脸上满是怒气 好你个沉汗生 你这招过河拆桥完的不错呀 听到他的声音 爸妈也不怀好意的露面瞪着我 臭小子 你完了 老子告诉过你无数次 惹谁都不要惹自己媳妇 你要是敢把我儿媳妇撵走 老娘把你也撵走 我错愕 沈幼楚这是 对我爸妈灌了什么迷魂汤 既然让他们对我倒戈相向 爸妈 你们胡说什么呢 我和沈幼楚早有约定 人家有心上人 别乱牵线 让人难堪 于是 我的耳朵成功变了形 在我的嗷嗷声中 李聪满脸嫌弃的现身 姐夫 你这猪脑子 到底是怎么把我解谜的神魂颠倒的 不是 这人怎么也能出现在我家 而且 他叫我什么 姐夫 我怎么不知道 沈幼楚有个弟弟 沈幼楚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 前世 我确实喜欢他 但更多的是对人才的欣赏 至于你 我当时觉得 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可惜呢 顶不住有人为了我连命都不要 什么意思 真是猪脑子 你以为王伟是会轻易放过你的人吗 对哦 这一世 王伟竟然自那以后 就如同消失了 原来 是沈幼楚及时将罪恶扼杀在了摇篮里 前世王伟把你打到住院 偷偷买通医生 让你丧失生育能力 他找了他混黑道的大哥 扬言 若是你还不肯放手 会要了你的命 所以 我才会去求你输退婚 后来 我搜集证据 把王伟再次送进去了 我才敢回国嫁给你 我不告诉你真相 是怕你恨我 而不肯娶我 毕竟你们陈家一脉单传 若是知道我害得你们段子绝孙 恐怕两家情义也到此结束了 不是 那你那个情书 李聪再也憋不住了 当即冲我书房拿出纸笔开始画 画到最后 一张立体的爱心图 和我的名字缩写月染纸上 傻子 这是我姐独创的情书 纯死了 连这都看不懂 活该你倒霉 来自假想情敌的鄙视 有为扎心 沈幼楚早就放下揪我耳朵的手 他轻轻拉着我的手 食指紧扣 老公 前世 你为救我而死 我不敢表露出任何情绪 我怕你不放心 我一个人 前世 我确实带你不够热情 才让你误会我心里没你 可是人非草木 你对我好了一辈子 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心动 我以为你就 喜欢我的高冷饭 装了一辈子 我也放不开性子 好在上天可怜我 让我有机会 做最真实的自己 我的事件 不论是前世 还是今生 那个心上人最重要 其次才是数学 而那个心上人 是你 沈幼楚一番话 愣是让我爸妈 感动到抱头痛哭 哭完我又挨了一顿 我爸的糖炒栗子 真是蠢得没编 人家爱不爱你 都看不出来 蠢死了 我怎么生了你 这么个蠢货 我看了一眼我妈 表示相当无辜 打小沐浴在他俩 亲亲我我 毫不掩饰地 表露爱意的环境里 我深刻地以为 爱情就该是我爸妈这样 谁知道 沈幼楚一把抱住我 傻子 要不是我机智地 告诉爸妈重生的事 你是不是真的 不会再爱我了 我当即点头 随即在众人杀人的目光下 赶紧摇头 回忆起前世 和沈幼楚的点滴 好像他真的除了性子冷淡 没给我生孩子 挑不出什么错 不生孩子 还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自己不能生 想到此 我不禁为沈幼楚 替我党王伟的闷棍 感到惭愧 高考成绩出来时 我虽没上清华 但也成功考上了重本 我选了个离沈幼楚 很近的大学 实现了他要同我 一起上大学的愿望 也许 上天让我们重生 就是为了让我们解除误会 弥补遗憾 我们的人生 重新扬帆起航 我这一生 有个女孩 满眼都是我 我们一家四口 幸福美满 全问完